字幕志愿者 杜茜 这两个名字指的是一个人 我们这里取 国文观止当中取了这个名字 叫杜茜 杜茜是晋国的宰夫 宰夫 就是杀猪做饭的 叫宰夫 杨禅 杨智 杨智是酒杯 一种成酒的酒气 喝酒就是酒气 杨就是举起的意思 这是讲到他喝 自罚三杯之后的觐见之词 也选择礼记 谈功相 我们来看文章 智道子族 智道子是一个大臣 这个不能念知 是念这个智 智道子 这个智道子死了 未葬 还没有下葬 平宫饮酒 那么晋平宫就开始喝酒了 诗矿 礼调 是 就是这三个人 这两个人 诗矿和礼调 陪着晋平宫怎么样 喝酒 古钟 而且还敲钟奏乐 敲钟奏乐 就在饮酒作乐了 杜快自外来 那么这时候 宰夫杜快 从外面走进宫来 走进宫来 闻钟声 听到了那个钟鼓的声音 问 问道 安在 问到他们 他们在哪 就问这几个喝酒的人 在哪 曰在秦 秦职 那是秦宫 那在秦宫里 渡快入秦 那么渡快呢 就到了秦宫里 历劫而生 从时机上上去了 到了席前 卓曰 卓曰呢 就是自己倒了一杯酒 说什么 旷饮丝 诗矿 喝了这杯酒 他就给诗矿来敬酒 说诗矿 喝了这杯酒 又卓曰 然后调饮丝 调饮丝 然后再整了一杯 说 李吊 喝了这杯酒 又卓曰 又倒了一杯酒 这是第几杯了 第一杯是为诗矿喝的 第二杯为李吊 第三杯 又卓 又倒了一杯酒 然后那个 堂上北面 坐饮之 堂上北面坐饮之 自己坐在堂上 朝北 北面 朝北面 跪下 然后坐饮 这是指跪下来的意思 坐饮之 然后一口就喝干了 喝完之后 降 这一般有个痘号 降 是下阶梯 去而出 去是小步快跑 小步快跑 称为去 就是他喝下这三 自罚三杯酒 喝完三杯酒以后 起身就走 快步就走了出去了 他这个行为 是很让人疑惑的 这时候平宫就把他叫回来了 你看啊 平宫忽而尽之 平宫喊他进来说 快 囊者 而心 或开愈 这什么意思 囊者 囊者是刚才的意思 刚才 而心 你的用意 可能是要怎么样 开愈 就是开导我的意思 事以不欲而言 所以 我没有先问你 我没有先问你 而饮旷何也 你为什么要替 施旷喝 喝杯酒 就是罚自己的第一杯酒 你为什么要喝 曰 子卯 这个 然后子卯不悦 子卯不悦 就是平常遇到子卯的日子 这是指的是一个日子 子卯不悦呢 因为人 古代的时候 把子卯日呢 当做一个吉日 当做一个很不好的日子 你比如说 夏节 以卯日死 然后商纣王 甲子日亡 然后呢 古人就把它叫做吉日 所以说 做国君的呢 不仅不能奏阅 不能奏阅 这一天呢 不能奏阅 智道子在堂 思 其为子卯也大矣 那么现在智道子死了 还没有下葬 这比子卯吉日怎么样 还要重要 所以说今天不应该奏阅 旷也 太师也 而诗旷呢 是月官之掌 太师是月官啊 月官之掌 不以赵 是以瘾之也 然后而不把 不以赵 就是不把这层意思 对你说 是以瘾之也 所以说要罚他 所以是讲了诗旷 为什么要罚诗旷一杯酒 接着 而瘾调和也 那么 平宫又问了 你 你要礼调喝酒 又是什么意思呢 杜亏说 杜亏又说了 吊也 君之 谢臣也 谢臣指的是 您宠信的进臣 就是清漫的臣 你虽然在你身边 但这种臣子比较清漫 是您宠信的进臣 为一饮一食 望君之急 为了自己贪图 好吃好喝 忘了您的什么 几日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那个子卯日 以卯子卯日 忘了这个子卯日 是饮之也 所以要罚他 然后接着 平宫又问 而饮何也 而饮何也 那么你喝酒又是什么意思呢 约 亏也 杜亏啊 宰夫也 我杜亏不过是一个宰夫 非 非刀臂是贡 刀臂是指的 这个刀子和勺子 不专心拿着刀子和勺子来 是贡 来供应这个饮食 又敢欲 知房 敢欲知房 竟敢参与什么呀 争进贱和防贤的事情 这里边有两个字啊 那么第一个呢 是需要知道这个念欲啊 欲呢 是指的是参与 那参与的意思 那致呢 是指的是知贱 就是禁贱的意思 防呢 是防贤 敢欲知房啊 就是敢做 这些行为呢 是一个什么行为呢 是个越级的行为 就是我没有好好的 我没有好好的去做饭 然后我在这里给你禁贱啊 事与饮之业 所以说我就自己罚了一杯酒 接着我讲 平公曰 寡人亦有过烟 平公说什么呢 平公说呀 我也有过失啊 着而饮寡人 你也倒一杯酒来罚我吧 度愧喜而扬至 那么度愧呢 把酒气呢 洗了之后呢 倒上酒 然后把那罚酒 呃 献给了这个 这个禁贱公 公为逝者曰 那么禁贱公呢 这个禁贱公呢 就对左右的逝者说什么呢 如我死 如果我死后 则必物 则必物费思绝也 绝也 就是 你绝也是一种酒气 它和这个字呢 是一个意思啊 就是在我死后 一定不要扔掉这个酒杯啊 一定不要扔 币 物费 思是这 物费就是不要扔掉 不要扔掉这个酒杯啊 至于今 寄宪币 然后呢 所以到现在 寄宫啊 寄宫 这个静国美逢 从这个燕饮 监完的时候 思扬至 啊 为之 杜举 然后一定要举起这杯酒 叫做什么呢 叫做杜举啊 叫做杜举 从这一段里可以看出 他讲了一个杜举的来历啊 杜举是这么来的 和一个叫杜 杜 杜快的 快的人有关系啊 那么杜快进见呢 如果当时直接指出了 平宫的不适呢 那个平宫呢 未必能够接受 于是他先罚酒三杯 然后快步走出 引起了这个平宫的怪异 啊 平宫就主动问他 你刚才是不是想说话呢 然后呢 杜亏就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 说了出来 那么这样的话呢 平宫也就不得不接受了 所以说从这一点看呢 虽然杜亏是一个 是一个宰夫吧 但是他是一个 很善于提意见的人啊 很善于提意见的人 提了意见 还让别人怎么样 比较轻松的来接受了 好 这一篇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